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新哦 现在我要去我大野花椒给你们看一下那颗大油匠啊 去这我心爱的小摩托 哈哈哈哈 他永远不会不扯 这我心爱的小摩托 到达 风吹日晒的小摩托 每天都不忘带着我 大油匠开花儿看一下 给大家看的大油匠啊 然后这个花儿感受一下的优点 最大优点就是这个刚性 能感受到小新两指之间的这个距离了吗 就是摸起来真的跟钢尺一样的 邦邦邦邦的 按不动的那种感觉 往上滑的话叶片一样 就是超厚超硬的 然后这个是金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就是这个不是赛黄的 这个是它的一大特点啊 就是夜间是这种泛黄的 然后看一下这颗花儿的一个坑吻啊 坑吻 然后这块现在状态不好 状态不好 然后看一下这夜间超平的 就没有勺 然后开花儿了 灌了一天爆粉的时候来取它的一个副本 看一下这心意啊 邦邦邦邦的 小心手指不干时间 摁 它现在只能当做一个副本啊 因为这种花儿是真的是很难出的 很难很难出的 然后看一下做几 现在状态的话不是最好的 深坑吻 一会儿小心给大家看它粉带的一个苗啊 就是小苗儿的话也继承了它刚性的这个特点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小苗 然后就继承它刚性 就这小花儿板子超厚 这是一年的小花苗 就这么这么的厚啊 而且夜间的话超平 立象很好 摸到手掌的感觉 它不是一个薄薄的一片小叶 它是那种刚性很好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它粉带的一个小苗儿 就是平 然后取它的一个刚性 给你们过眼啊 这个都是我哥的宝贝啊 然后里边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紫带的苗儿 有一个粉带苗儿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油浆的粉带苗儿 就是你摸起来 它那个手感 特别特别不一样 而且夜间都会非常非常的平整 平整多好 没有勺儿 我再领你们看看我个别的苗儿 看看看看这颗苗儿 看看它那个竖筋 竖筋 然后头型这个辣磨度超亮的 然后这个油浆再领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新叶片又上了就是一竹叶子啊 基因还是一样的稳定 头型六减六减 看见没有 然后辣磨度也好 而且那个纹 看那花的纹也已经出的来了 然后再领大家看一看花体的 我自己很喜欢的花体的那个君子兰 这是小苗儿的状态啊 长大了得特别特别漂亮 因为相对来说啊 大蓝的花纹挑起来的要比小的时候好 看一下 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非常非常漂亮 花体的花体的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因为我喜欢它那种青金黄地的 那个反叉 而且这个花头型很好 这一片都是我哥的那个宝贝哥的啊 然后领大家欣赏一下 一会儿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我给它唠走一颗 喜欢君子兰的给小新点 关注持续还是一样 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君子兰的故事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